不是短短短短幾天而已 它是十個月的攢期 那是不得了 十個月連接到奧運 它整個是連續三四年 這個人口移動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又為什麼在上次節目 我談到說 台灣政府現在一定要先想 我如果讓這些人第一戰先留在台灣 只要這個戰隊上你不確定 你的所有資源 你現在F-4還是對日本 這太有限了 結果結果掛幾個照片 不要了 F-4對大陸的 大陸民眾也是有吸引力的 不是沒有啊 但是現在你不開放 但是我常開玩笑說 台灣人都是文化財 有沒有 有 鄧麗君 我們看外國的澎湖灣 光它澎湖過世 我相信很多全世界的 都會發動一個Event 它來澎湖灣 就你如果把觀光跟台灣 現有的一些故事性的東西 做有效連結 我想在海外 不要說外國人 就是華人好了 它就是很大的一個客戶來源 我跟你講那個客家銅花祭 全球有七千萬的客家人 那銅花祭變成國際加聯法會 它是一個墾青大會 它連結墾青商展 交旅遊等等 我覺得這也是有機會嘛 只有現在沒有作為 所以我的終結的規納 經營者 國家的領導者 他對整個觀光沒有下定決策 以觀光作為他的國家戰力主軸 像銅玩節我再補充一下 你銅玩節我是現在 我最遺憾的就是說 它取消 它不辦了 是因為沒有經費 我覺得它就有時候 它沒有思維 我覺得思路決定出路 這個歷史嘛 你沒有思路 就是說為什麼要辦銅玩節而已 它可以辦國際銅玩的 或玩具的國際反覽 國際兒童的醫療 衛生 兒童的所有的服飾 它可以做商展嘛 它可以做很多周邊的活動 這個event 以商展來帶動 把銅玩節當作其中一個主題 一個主題就沒了 那真的它可以活下來 而且政府沒辦法 你交給民間做 你用做國際標嘛 用國際來參與 我覺得這可以做得起來了 十幾年 我每次都常說 我們不要打口水戰 就用十年做一個段落 來看過去 現在跟未來 其實就知道台灣在滑落 別人在崛起 所以從杜拜經驗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教訓 台灣到底再怎麼辦 如果再浪費第二個十年 大概就完了 我覺得第一個 以台灣民間的力量 我覺得政府應該都充分相信民間 因為從民間的 剛才談到就是說 它的專利數在全世界排第四名 它到了世界競爭地 經濟論壇裡面就排第十三 現在又下跌一名 到十四名 國家財富全世界排二十四名 表示民間 我還是對台灣民間充滿的信心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小政府大社會 都給民間力量 都鬆綁 政策上都支持民間 讓民間還有力量對全世界的競爭 要上國際舞台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應該在整個經濟力量的展現上 我覺得政府應該適度的去釋放 跟著金融法規 或者運輸等等 在兩岸政策之下 你還是可以做很多作為 不是不能作為 第二個我覺得台灣要確定自己的 觀光的戰略主軸 因為這個戰略主軸 我覺得它可能不是25年 可能50年 可能100年 因為台灣在Discovery裡面的研究說 台灣是亞洲最好的觀光資源的集中力 沒錯 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它擁有各種的資源 我覺得是不是政府應該在這方面 重新來規劃台灣的觀光資源再應用 把觀光局提升到觀光部吧 這是我覺得 假如這個能夠調整的話 可能對台灣總體的發展上 是會帶來比較正面的影響 最後就是在整個政府政策的制定當中 我覺得實在應該把政黨意識放兩邊 就以台灣人民昌生為理念 自民如商 我覺得老百姓已經夠辛苦了 政府是應該多多體諒 傾聽 傾聽是最好的一個改進的方法 我覺得應該政府 你去高級官員 有執政者 是應該到更多的傾聽 民生業者的一些聲音 然後轉變成一個好的政策 來幫助政府 幫助社會 幫助自己 給我們一個好的機會 沒錯 就是